宋美龄赴美留学归来时,第一次参加宴会就遇到了张学良 当时张学良24岁,宋美龄27岁 张学良风流倜傥又是一位美男子 而宋美龄出身相貌都极好 又去留过学,本身气质更是没得说 两人志趣相投,站在一起又都爱说英文 所以两人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起跳舞、吃饭、深夜聊天 不过后来由于两人的身份特殊 不管是旁人还是他们自己 对之前的这些过往事都避而不谈 直到张学良去世,宋美龄才将二人的关系直接说了出来 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起来后 宋美龄曾多次想去看望他 无奈都被张学良狠心拒绝 也许在他心里宋美龄是个重要女人 他不想让心爱的女人看到自己落魄的样子 更不愿看到她在自己面前落泪 蒋介石去世之后 宋美龄一人之身搬去了美国生活 而张学良在晚年恢复自由后 选择定居了夏威夷 虽然他们晚年都选择在美国生活 但却没有在一起生活 也没有见过面 据宋美龄市委回忆 2001年张学良去世时 宋美龄听闻他病逝于夏威夷 直接当场流下了眼泪 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完全不像个百岁老人 后来 宋美龄在参加张学良葬礼时 说了一句自己埋藏多年的话 汉青我对不起你啊 没想到你走在了我的前头 如果不是我 你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宋美龄的这句话 足以看出二人之间关系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要不然蒋介石也不会临终时 还不忘嘱托儿子继续囚禁张学良 也许他早就知道妻子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 只是无法开口罢了 张学良与宋美龄虽然没能在一起 但好在他们两人都是百岁长寿老人